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经历多年的亏损 国际医学的拐点终于出现了 2023Q3 国际医学的自由现金流终于迎来近五年的首次转正 标志着国际医学彻底结束投入期 开始迎来收获期 毕竟一家企业的内在价值 就是未来自由现金流的折现值 所以关注一家企业 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自由现金流 一家有利润却没有现金流的企业 赚的全是假钱 只是在耍流氓 而一家有现金流却没有利润的企业 却可以活得很好 典型如永辉超市 虽然人家这三年利润端接连巨亏 给人一种分分钟原地破产的错觉 但其实人家现金流不是一般的好 照这个现金流情况看 永辉是绝对遑不了的 2023年前三季度 国际医学实现收入33.4亿元 正74.7% 规模净利润负2.2亿元 扣非后约负3.5亿 其中单三季度实现收入11.3亿元 正34% 规模净利润负6.4万元 扣非后仅亏0.9亿元 不出意外 今年年底利润端也差不多可以实现转正了 毛利率也在2023Q三单季度达到10.93%的高位 是自超大规模的国际医学中心医院投入使用后毛利最高的一个季度 国际医学的业务非常清晰 目前体内就两家医院 一家历史悠久的大三甲西安高新医院 外加一家迄今为止 应当是国内单体建筑规模最大 总床位数最多 最大规划床位可达5000余张的超大三甲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高新医院 作为一家拥有20余年历史的老牌三甲 业绩一直呈现稳健增长事态 即便有三年疫情干扰 公司2013-2022这十年营收也保持11%的年均负荷增速 而利润端 若剔除2020-2022 年均负荷增速更是高达21.2% 该医院自2015年后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营状态 所以2015-2019年间 基本一直保持着26%左右的毛利和14%左右的净利率 看吧 这就是医院一个最典型的永续性增长模型 即便有床位贴花板在 但由于一直有新药品 新医疗器械 新手术方式等等新的医疗手段 只要医院不倒 就可以永远保持一个不错的速度增长下去 2020年12月 高新医院二期也正式开诊 床位扩张到1500张 一期只有808张 2015年时就已经供不应求 床位爆满了 可疫情一放开就爆满了 2023年1月 2月 3月的床位使用率分别达88% 105% 110% 没办法 逼不得已 公司只能在医院想方设法再挤了些床位 截至2023年10月底 高新医院已添置1700张床位 再也无法添了 后续高新医院的逻辑就是 10%至15%的永续性增长 叠加新增院区 或者新增床位 或者开分院 作为综合大三甲的高新医院 两期建设一共1500张床位 规模已经算是国内顶尖了 因为床位过于紧张 目前公司网斯理塞 已经加到了1700张床 没法再增添了 四所长的前东家 一个公立二级中西医结合医院 也就200余张床位而已 国际医学于2019年开业的 国际医学中西医院南院区 则打一开始 就奔着5000张床位区的 最大设置床位5037张 可想而知 是多么大的手笔 一家医院就顶正常4-5家 而且全部配置世界最一流的医疗设备 每个专科 基本都按照一个医院的配置去准备 不过 也正是因为大手笔 使得国际医学近几年 都处于严重亏损阶段 在2019年开诊后 中西医院逐步开放内部床位 到2023年1月 拥有3600张床位的 西安国际医学中西医院北院区 也开始试运行 截至2023年11月 整个中西医院最高日 使用床位数 已经爬坡至3700张 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对照国际医学的床位数和营收情况 很容易测算出其单床 年产出在80至100万的样子 大多数外行可能对这样的年产出数据 没啥概念 但所长看到 真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所长的前东家 一家公立二级中西医结合医院 单床年产出 大约只有40W 200余床位 8000多万的年营收 国际医学的效率 相当于是所长前东家的2至2.5倍 根据国际医学透露 到2023Q3 两家医院外地患者 即非西安患者 得占比均已超过30% 其中 高新医院外地患者就诊人数 占比达31.31% 中新医院外地患者就诊人数 占比达37.93% 这充分说明 国际医学旗下医院 已经具备了较高知名度 可以辐射至周边地区 换句话说就是 如今的国际医学 完全可以在西安周边其他地区 打着高新中新医院的旗号 健分院 毕竟品牌口碑形象已经有了 医院的管理水平 也有了单床近百万产出 算是当下国内医疗界最高水平 后续复制就是 当然 如今国际医学 没有健分院的打算 他们的中新医院 都还有太多事情需要做 比如将床位逐渐放开 且能充分利用南北两院区 合计一共能有8600左右的床位 目前 还没完全开放完 医院单日最大床位使用数 也才达3700 打造优势学科 推进科教研 一体化等 爱国基医学 将中新医院 打造成国内极具口碑的 超级旗舰大院 利润率达到 同高新医院同样的水平 再向通测医疗学习 借用中新 高新医院的品牌 往陕西省内 或周边辐射再开分院 就是十分OK的事情 毕竟通测 华韩们早已向世人证明了这点的可行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